花蓮市公所推广阅读今年度和国军英雄馆合作 在馆内打造一处图书旅行驿站 由英雄馆来规划图书的空间还有书架设备 而市立图书馆则是提供了一千多册的优良书籍 还搭配有许多国军意向的模型和公仔 让这个阅读空间更温馨有趣又特色 花蓮市公所推广阅读在各企业机构积极协助设置图书旅行驿站 今年获得国军英雄馆的响应 在馆内打造了一处图书旅行驿站 市长温家贤表示相当感谢 也许市公所是一个很小的单位 但是我们努力的跟我们民间各个单位来做合作跟配合 那今天我们走向我们自己最敬爱的国军弟兄 那也服务专门在服务国军弟兄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国军英雄馆 希望我们这边能够把它串接起来 那也能够提升这里有更多的服务项目 所以我们在年初的时候 其实就跟我们方景深站长在做一连串的沟通 那当时候是碰到疫情的问题 所以造成我们开幕的时程有稍微慢了一些些 不过慢没关系 但是我们的东西要做好 有原则 那我们看到最近后疫情时代 在花莲的旅游非常非常热门 其实这里可以提供我们非常多的好朋友 来到花莲旅游的人 在不论是休闲的时候或放松的时候 可以借一本好书 回到房间里面去阅读 那我们同时也把这里的氛围 跟我们馆里面来做一个合作 把它改造成一个跟有别于余网的 那我们希望这不只是大人 连小孩子也可以起来 国君英雄官表 其实是受到旁边的花岗山细沙池的发想 希望能够让旅客在外游玩之后 回到饭店有一处宁静舒适的阅读空间 又可以增进亲子关系 有一天我就走到底下看到那个细沙池 我觉得好棒 一堆妈妈带着小孩那边玩 那我就想那我英雄馆可以做些什么 可以让这个亲子的关系更能够凝聚 所以这个细沙池给我的一个启发 请了我们市立图书馆馆长 还有我们这些承办人的帮忙 就免费提供了一些书籍 加起来大概一千多册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发想 所以才成立这样一个 那我还真不晓得有一个图书旅行驿站 这样的一个 就像反而结合了这个图书旅行驿站 这样一个意念 那我希望我能够抛毡 我们其他的各行各业 也能够在我们花园各地方 比如说医院 比如说我们的单位 校图部 也能够设立 当然花图部本来就有了 也是设立类似这样子 那当你们资源不够的时候 我觉得市立图书馆 是一个很好的资源来源中心 而且他们所提供的书 都是非常好的 像成品集团 他们提供的书都非常好 国军英雄馆图书旅行驿站 位在四楼 由英雄馆规划空间 与书架桌椅设备 在油花莲市立图书馆 提供了一千多册 优良书籍 还搭配许多国军意象模型 还有可爱公展 以及国军招募服务 让这座图书旅行驿站更有特色 介组会欢迎市报道